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上影线或者上影线非常非常短几乎不见 垂头线有阴垂头和阳垂头 同等意义下阳垂头的力度大于阴垂头 跟我一起来看案例 大家看这个股票在上面跌下来以后横盘了一段时间 在某一天突然之间出现了前面是一根实体很大的阴线 大家看到吗 第二天跌下去以后当天收回形成了一根垂头线 这根垂头线几乎像一根T字线 它是一个阴垂头 阴垂头它实体是阴线 垂头线出来以后 小幅上涨两天 第三天放量涨停之后迎来一波绅士 所以垂头线如果当天没有量 当天没有量 那只是告诉你跌下去的同时 空方衰减就跌不动了 那买盘一般需要之后伴随放量的阳线 这个放量阳线最好在三到五个交易日里面必须要放出 它是在第三天大家看到 出现了明显的放量阳线 这是一根垂头线见底信号 我们再来看 垂头线一般需要股价三个交易日没有创出新低 且伴随放量阳线 则底部垂头线得到完美确认 注意垂头线的确认两个要求 一个是刚才说的放量 三天内需要补量 第二 最好是三个交易日内不要创新低 就不要跌下去 跌下去这根下引线就没有意义了 大家看这是一个阴垂头 也是下跌以后横盘一段时间 突然间出现阴垂头的第二天放量涨停 所以最佳的买入时机 激进投资者当天入场 稳健投资者第二天阳线入场 之后迎来一波绅士 很漂亮 再来看 垂头线出现前股价的下跌幅度越大 时间越久 垂头线的可靠性越高 这是第一个要素 第二 垂头线的下引线越长 往往之后股价回升的力度越大 这是我们发现的两个特点 第一个 之前跌得越狠 之前跌得越狠 时间跌得越长 可靠性越高 第二 下引线越长越好 这根下引线表明什么 下引线越长 说明当天的回升力度越大 说明空方看下去 以后衰竭的可能性越高 所以下引线越长 垂头线越好 你看这根垂头线 第二天补量 所以最佳买点在第二根阳线 之后横盘几乎没有创新低 然后缓步上扬 说完这些以后 我们最后给大家看两个反例 垂头线会有些虚假形态 会有些虚假的形态 如果不成功 垂头线就会变成我们常说的叫什么 掉颈线 怎么来判断垂头线和掉颈线 有什么区别 主要是判断它股价的高地位 成交量有没有跟上 这是我们给这里看了两个反例图 一个是 这个股票连续涨停以后 出现了一根垂头线 大家看到吗 阳线的第二根出现了垂头线 但是这根垂头线是在绝对的高位 大家看到吗 股票已经涨了那么多了 所以看到这种垂头线 不要介入 第二根 这股票在下跌一段以后 出现了明显的垂头线 大家看我这红圈里面 垂头线 但是它在后面的三到五个交易日内 根本没有量 所以它是一个根本没有补量的垂头线 然后在一周以后 股价跌破垂头线的下影线 失败 继续下跌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垂头线 理论上说垂头线是底部的重要的信号形态之一 大家可以在实战中积极地运用 在这过程里面需要一些条件符合 才能更完美地确认 今天的编辑会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